大家好,我是Stan 庞谈所有能成员Arem 因为自己访问寺庙的事情 被寺庙向媒体曝光了细节 而表示很荒唐,很无奈 根据华言寺向媒体的透露 Arem是在22年12月29日 与音乐制作人一起来了华言寺 而这次拜访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音乐灵感跟安心休息 然后也曝光了大师与Arem的插谈内容 当天大师问到Arem 对没能免除兵役的看法 Arem当时回答 当然是想要按照大汉民国国民的义务去服兵役 这样才能说到全力 我会把这些经历当作是成长的事件 在这个报道之后 Arem在IG截图上传新闻内容后表示 虽然很感谢度过的美好事件 但是没想到会上了新闻 下次我会安静的去另一个寺庙休息的 本来是想要去寺庙安静的休息 却被信任的寺庙给曝光了 而在这里让粉丝们网友们更上火的地方是 这位大师在查谈 问了Arem非常敏感的兵役问题 这个内容其实就算是记着硬着头皮要求 在没有Arem本人的同意下 也是不可以随便提供的 但是最初报道这个新闻的媒体是BBS佛教媒体 而这个BBS佛教媒体的理事长 就是华言寺的这位大师 也就是说 这位大师故意跳了最敏感的话题后给曝光了 然后庞谈虽然男每年都会捐赠物品的 儿童救护团体NGO的代表 也是这位大师 这个捐赠物品也是一样 在这位大师自己曝光之前也是旁探成员们偷偷进行的慈善 想要安静的捐赠就是不想要成为焦点不是吗 然后私下聊到的话题 没有经过同一就被媒体曝光的话 心情真的会很差的 难怪拍到的照片都很像是偷拍 这不就是私生活侵害吗 简直就是对世俗非常关心的和尚 最要保持沉默的和尚 最在那里张扬 是有多无奈的话 RM会在IG说那些话呢 让宗教人也搅睡吧 每次看到开高级车的和尚跟牧师就很上火 到底要这样乱花别人的钱 填跑自己的肚子到什么时候 为什么要给他们睡金优惠呢 对于寺庙曝光RM的行程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1月5号在SF9粉丝签名会活动当天 公司发文向粉丝们道歉并表示 塔文将会缺席活动在家里休养 塔文在平时常去的汉症房里 发现到一位先停止的患者 塔文立刻按照电话中急救队员的指示 进行了急救措施 之后将患者交给出动的119队员了 公司个人艺人讨论后 决定取消今天的行程 以便让艺人休息安定 天哪 本人应该也会被吓到吧 在那种情况能做出这么有勇气的行为 真的想要为他拍摄 长得帅的人 人品也很棒 太棒了 真的会祈祷你大发的 对于SF9塔文的救人行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什么怎么样 就一句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韩剧收视率排行前10名 10位 작은아씨들 9位 2521 8位 사내 맞선 7位 태조 20000원 6位 Again My Life 5位 Bing Mouse 4位 우리들의 블루斯 3位 천원짜리 변호사 2位 이상한 변호사 우영우 所以这10部韩剧当中 大家看完了几部呢 1機长 2位真是映outh 3位新宿 3位 vase 5位 Ill pages 优优独播活动 9位置 3位置 2位置 12位置 4位置 5位置 7位置